在冬天曼工最讨厌的就是寒冷的气温了 很多时候空调并不能满足我们对身体特定部位的夹着需求 就比如我敲击键盘的双手依旧是很明冷 所以我决定设计一个桌面的风机来满足我小小的愿望 在设计的最开始是我对这产品设计理念的探训 看了很多的设计并且也和小组的两名同学进行了讨论 最后寻找到了它的设计理念 温度的情感化表达 暖呼吸的本质就是要带来温暖 所以怎么让它从视觉上的温暖 温暖就是我所需要做的 当热浪般的出风口形态 暖色调的颜色还有出入可及的简单交互方式结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我最终的作品 工作效率的提高离不开简洁且舒适的工作环境 目前市面上也可以轻易地找到许多这样的产品 时钟也常常出现 但我认为时钟不应该只有样式上的创新 而应该尽可能服务于用户 作为一名学生 我常常会用到倒计时功能 在现有的产品中 例如手机、电子时钟等 从时钟切换到倒计时 往往需要复杂且繁琐的操作 也会导致用户分心、工作效率下降 从这一切入点出发 我通过绘制草图构思了许多方案 与小组成员人间讨论交流 明确了我的设计要点 确定了设计方案 即依靠重心切换 而改变模式 通过转动表盘快速设计时间 音乐能舒缓人心情 让人放松 传统音响注重听觉上的体验 往往忽略了视觉上的体验 我希望能够将音乐可视化 应用在音箱设计中 带给用户视觉上和听觉上的双重感受 震动产生声音 当震动传递到液体水时 能够产生不同的水波纹 我将水波纹应用到音箱设计中 以此来增加使用者视觉上的体验 通过小组讨论 我确定了最终的方案 水波纹的操控面板 底部的氛围灯跟着音乐旋律流动 仿佛声音在流动 给人特别的观感